你要不 考虑换个人喜欢一下 考虑一下 算了 你好像要拒绝我 我不想听 换个话题吧 那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没有 就是 突然想见你 但是没想到你心情不好 看来我来得很及时嘛 既然你不开心 我们下午不如一起去 去玩 去玩 想什么呢 心情不好 应该工作呀 很久不练舞了吧 下午跟我一起去舞蹈事 咱俩一起跳到明天 你怎么天天来我办公室 洗开 我之前也总来啊 你最近怎么总针对我呀 有个小叶子就不要我了 啊 好伤我的心啊 你能不能别演了 你跟小叶子 是不是吵架了 看你这脸色 我这难眠吧 我要工作 你走开 兄弟 不是我说你 你都二十七了 难得有人喜欢你 你得好好珍惜啊 你跟女孩子吵什么价 下班买个礼物 哄哄她 我凭什么哄她 我不 你看你 这么酱 下班回家 买个礼物 态度再好一点 立刻就哄好 你还兄弟这么忙 还过来帮你出主意的份上 得上点心 我还有事 就先撤了 就两个要点 态度 礼物 礼物 不可能 礼物 这有用 礼物 学生你不会是个部红的 居然一整天也不休息 太累了 我以为 你不会回来的呢 论年龄 我比你大 论资历 我是圈内的前辈 叶小姐 你是不懂什么叫尊敬吗 你很希望我尊敬你吗 那么 顾阿姨能让开吗 你说什么 不是你说的吗 要我尊敬你 没想到你嘴还挺厉害 但是我们没有打起来 我打架更厉害 你还不打算搬出去吗 到时候让阿姨赶你出去 一定会闹得很难堪的 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说不定在我被赶出去之前 你就已经被苏总赶出去了 这话又在欺负Bobby 我要告状 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今天早上应该问我 算了 不跟他生气 其实也不都是他 这是怎么回事 爷爷 太老爷就是他一同情妈咪 爷爷你怎么来了 是我给太老爷打电话的 所以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好 您是叶小姐的长辈吧 正好 您也是该带他回去了 他这样一直住在别人家 确实是不太好 尤其是 布雷 这是我们的事 和你无关 是你说喜欢小怪 我才让他留下 你跟我搞什么 家里面住两个女人 你本事挺大 对不起 爷爷 走 小怪 跟我回家 嗯 你要是不想气死我 就跟我回家 好吧 妈 我跟你也回不去 太老爷 阿安就来是给妈咪出气了 你怎么把妈咪带走呢 我别有妈咪走 我不要 嗯 不然 阿安你跟我回去住几天吧 我不去了 妈咪你要早点回来哦 阿安会想你的 嗯 走 好 好 怎么不跟着去啊 奶奶和札阿姨都好凶 安让你下来保护爸爸 来 走 阿晨 绕过一片黄瓜塘 皮特发现了一个人 会在菜地里收拾卷心菜 叶贤哥走了 啊 你怎么不敲门啊 我们出去说 我本来还想问你 打算什么时候 赶走那个叶贤哥 现在他自己走了正好 那你和玲玲 就下个月订婚吧 我不会跟他订婚 你要听我的话 我是你妈妈 我做的决定 都是为了让你好 您就不是为我好 您只是想控制我 我是为了让你变好 你总是和那样的女人 待在一起 你会变得越来越坏 坏的就和你父亲一样 你必须和孤零订婚 就下个月 为什么你们都想控制我的婚姻 您也是 父亲也是 我到底是您的孩子 还是您的工具 不许把我和苏关山那个臭性相提并论 奶奶你都会打人 爸爸 他不疼 按个呼就不疼 爸爸 奶奶不是你妈妈吗 她为什么要打你 你和妈咪从来都不许得打我 因为她不爱我 为什么 爸爸你这么好 老是生活 直接知道不会有父母 不爱自己孩子 可能是我不值得被爱了 爸爸 奶奶永远都爱你 谢谢啊 阿姨 阿姨 早餐做好了 可以下来吃咯 我做了您最喜欢的三明治 还有咖啡 你可真勤快啊 嘿嘿 那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